被视作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新科技之一 为什么说中国的动作更快一步 一旦应用就能让美军数千亿美金打造的F22 F35 隐身性能将无用武之地 这是如何做到的 众所周知 落后就要挨打 科技的发展往往意味着国防力量的进步 最近 央视公布我国一项技术的新发展 将之视为未来战争的发展重点 同时也被美国人认为 是能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新科技之一 这就是太和磁波技术 之所以能被贴上未来的标签 是因为它的频率是介于微波和红外线之间 处于宏观电子学 像微观光子学的过渡阶段 也因此它能具备一些 目前发现的射线所无法拥有的特性 而随着对太和磁波的研究深入 它的应用范围也开始逐渐 从最开始的基础科学 向军事 航天 通信等方面发展 世界各国也纷纷加大对该技术的研究和探索力度 而从目前我们已知的消息来看 中国的速度似乎要更快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 该技术在雷达上的应用 太和磁雷达成像系统 拥有传统红外成像系统无法具备的强大穿透能力 受外界强光线的影响极小 即便是雾霾天气也能正常工作 可以说是目前多种新型雷达中 发展潜力最大的一个 从目前相关报道来看 我国的第一部太和磁视频 合成孔径雷达 实际上在去年就已经被中国防天科工二院的23所研制完成 并开始实验 而如今已经过去半年有余 相信在太和磁雷达方面的进展已经更加成熟 而这对于美国人的F22而言 恐怕是个坏消息 要知道 美国目前的F22 F35上的营生材料 都是针对CX波段的雷达波 而对手换成更短波段的太和磁波来说 恐怕效果会十分糟糕 而中国一旦引用 恐怕美军数千亿美金打造的F22 F35应生性能 将毫无用武之地 而且太和磁雷达作为一种主动式的观测系统 合成孔镜雷达可以装配的平台很多 飞机 卫星等都可以搭载 并实现全天候 全天使的观测 而目前我国的太和磁视频合成孔镜雷达 能够通过试验 也就意味着 这种雷达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中国未来的战机上 可以说 中国在太和磁雷达沿着领域 已经坐在了世界前列 甚至在个别进度上 还领先于美国 德国等传统技术强国 从现在来看 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首刻将太和磁雷达 应用在军事领域的国家